有很多粉丝给我留言,说自己脾虚湿气大,用森林白猪丸没有用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说到森林白猪丸,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,有的人用了没效果,反而还有上火,这又是什么原因呢? 那么我们就来先看一下森林白猪丸的作用是什么。 森林白猪丸主要有健脾、益气,用于体倦、乏力、食少变糖,虽然也有趋势的作用,但是趋势的力量比较弱。 如果你是湿气比较重,四肢感觉很沉重,泛懒根本一点都不想动,总感觉嗓子里面有痰,咳有咳不出,感觉总吐不完,嘴巴里面总觉得黏黏的不清爽,大便不成形,没有胃口,吃一点就肚子胀。 这种就是属于脾虚湿重的情况,这个时候用森林白猪丸,它的趋势能力就不够了。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中程药,香杀六君子丸,来益气、健脾、行气、化痰湿,来改善以上湿气重的症状。 除了湿气特别重以外,哪些情况也不适合森林白猪丸呢? 如果你胃胀腐胀明显,大便糖蟹不成形,而且还有很多不消化的食物,食欲不振,每天感觉很累,疲乏不堪,人也消瘦,少气懒言,连说话都觉得累,尤其是吃过东西之后,腐胀腐蟹更明显。 这种就属于脾气虚的情况,脾气虚导致运化功能减退,营养物质不能很好的吸收和输送,这个时候用森林白猪丸,它的补脾力量就不够大。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考四君子颗粒,公砖利红,增加益气健脾的作用。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,如果你会经常腹泻拉肚子,稍微吃点凉的,就肚子疼,要上厕所,大便总是不成形,手脚总是冰凉,肚子和胃的部位总感觉冷疼胀痛的。 喝点热水或者用暖水袋放在肚子上面,暖暖的就会很舒服,每天都感觉全身乏力,伸出舌头一看,舌苔发白,你这种又属于什么呢? 你这就是典型的脾阳虚,这个时候用森林白猪丸就不对症了,我们可以参考一个中程药,礼中丸,来温中驱寒,补气健脾。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种,如果你除了乏力没精神外,还有一个主要的表现,就是经常流鼻血,牙龈爱出血,小便尿血,大便出血,女性月经过多崩漏等血不寻精的症状。 这种都属于皮肤铜血的情况。 神灵白猪丸主要是健脾义气,在这里就明显不对症了,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考用人生龟皮丸,来义气补血,健脾养心,改善皮肤铜血的情况。 还有一种皮肤,有一个典型症状,非常容易脱缸,每次大便后都会脱缸。 有的人甚至会出现内脏下垂,例如胃下垂,女性子宫脱垂等等。 这种情况属于脾气下陷,不能把有用的营养物质往上传输,就会出现头晕,乏力,严重的脱缸,胃下垂等情况。 这个时候用神灵白猪丸就更不行了,我们可以参考中程药补中益气丸,能有很好的提气,对中气不足有很好的帮助。 以上五种常见的皮须,你可以对靠入座,看一下自己属于哪种情况。 还有很多朋友问,我好像有几种怎么办呢? 这个是需要医生进行详细的辩证,再给你知道。 如果你分不清自己的类型,可以给我留言,我来帮你辩证分析。